青年节上在 在 画面上是救国团基隆市团委会 带领青年节筹备委员会的青年代表 拜会市长谢国良 救国团基隆市团委会主委郑景周 感谢市长谢国良 特别安排时间与青年代表们见面交流 市长谢国良也仔细聆听 来自高中和大学的青年代表 对于基隆市政的看法 今天我们的这个拜会 我总结几句就是 第一我们希望就是基隆市的在交通方面可以更好 那像是公车啊 或者是国道的方面上 就是我们可以做更好的就是改善 然后再来就是教育的部分 教育部分我们希望可以就是留住 就是在留住更多优秀的青年在我们基隆本地 第三呢就是 我们的观光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可以提升观光景点 景点 然后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来我们基隆观光 还有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运动部分 那我们希望可以 多增加一些就是室内的场馆 以及我们这个球场可以改善的部分 很开心看到这么多青年朋友的代表 跟我们大家一起稍微聊一下 我们基隆市目前的发展的情况 虽然我们的青年朋友很年轻 但是其实大家都非常有想法 提出来的也都是我们现在在市政上 要很多努力的地方 有时候真的是很敬佩他们 这么年轻但是对于市政的视野 已经很完全 那我们接着会继续努力 那也不要让青年朋友失望 我们会做出更多的改变 因为毕竟大家要看到的是改变 所以我们很期待 那我们也会继续努力 好好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谢谢这些青年朋友的到来 非常谢谢谢国良 谢市长 对我们金融市救国团的看重 而且对这个青年的筹备委员的重视 我们在这里非常感谢他 这是我们筹备委员是从我们 包括我们的海大 金国 所有的这些女中 所有的高中 国中 高中 大专 所选出来的这些优秀青年 所以青年是我们国家资本 我也谢谢我们谢国良小爱爸爸 对青年的重视 今天特别播出时间来接见他们 已经开始有我们签血活动 而且我们这些年轻的去号召 我们第一次就签了300多代的鲜血 而且我们也有浸滩 还有很多的环保都有去做 救国团青年节筹备会的青年代表们 推动系列的青年节活动 市长谢国良肯定青年朋友投入社会服务 也表示会努力做好市政工作 来回应青年朋友的期待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